今年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诞辰300周年 他一生只出版了两部主要著作 最著名的就是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 另外一部是《道德情操论》 亚当·斯密特别同情穷人 几乎把他全部的财产都捐赠给了穷人 而且更难得的大部分都是秘密捐赠 对亚当·斯密来说 商业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是 它改善了穷人的状况 根据亚当·斯密的说法 贫困并不是注定的 他指出提高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经济增长 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提高工资的唯一途径 经济停滞导致工资下降 他说饥荒从来都不是由任何其他原因引起的 而是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 来弥补饥荒带来的不变的暴力行为 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 1820年全球大约有90%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 自从计划经济结束以后 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 达到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速度 到1981年绝对平衡率为42.7% 2000年已经下降到27.8% 到现在低于9% 亚当斯密预测 只有市场的扩张才能带来繁荣 比如说在咱们中国 私有财产和市场的引入 使得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 从1981年的88%减少到今天 不到1% 越南在80年代推出自由市场改革以前 还没有办法生产足够的大米来养活本国的人口 可是现在越南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国之一 同时也是主要的电子产品出口国 越南1999年的人均GDP只有98美元 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甚至比索马里和塞拉利昂还低 索马里还有130美元 塞拉利昂还有163美元 1993年 有79.7%的越南人口 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 而到了2006年 这个比率就已经下降到50.6% 到现在只有5% 越南现在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国家之一 亚当斯密强调 自私其实是很重要的 他说追求自己的利益 往往使人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 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 经营交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希特勒在1930年11月的一次演讲当中说 人们必须摒弃个人利益是最重要的东西 整体利益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上的观念 希特勒说 恰恰相反 整体的利益决定个人的利益 如果不承认这一原则 那么必然会滋生自私 在斯密看来 改善普通民众的处境 不可能通过再分配和过度的干预来实现 而是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 而经济增长 首先需要经济自由 如果不过多的干预经济 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改善 尤其是穷人的生活 说实话 看到了太多的事以后 有时候也就不想 真的不想多说什么 因为面对一群唯唯诺诺的 这个道德已经没有话语权了 比如说一份普普通通的凉皮 老百姓吃了几十年的东西 放点黄瓜怎么了 我从来不崇洋媚外 但是我由衷的钦佩那些伟大的西方思想家 因为他们比那些体察民情的大老爷们 让人更有亲切感 我们下期待